You want to say something right? 为什么要杀他? 他对于河流的一个水性不了解 他想说人头啊 区块啊 尸块把它丢进去 可能就会飘泽 后来就是可能身体也比较重还是怎样 呈现在河床上面 他当时在落网之后 我们其实也非常密切在注意 以色列那边的动态 然后那时候很快速的 他的妈妈就跑去菲律宾 然后准备要去运用 律师等等的各种资源 想要把他送回去以色列 欢迎收看台湾启示录 我是河梅翔 台湾在2018年 从五月到八月 在短短的这四个月之内 就发生了四起的分尸案件 造成了社会恐惧 人心惶惶 警方必须要立刻破案 来遏止这股犯罪的外风 继续地吹洗下去 而其中在第四起 发生在新北市永和中正桥下的 河滨公园的分尸案 被害者他是一名外国人 他在台湾的补习班 教过英文 但如果是一个单纯的英文老师 他怎么会惨遭分尸呢 当时来报案的人 就是死者的朋友 是他在核体发现了死者的事块 警方当时还一度怀疑 这凶手会不会就是来报案的人 否则怎么会那么巧 人才刚刚遇害 你就来报案 但是经过调阅监视器画面之后 排除了他涉案的可能性 但这个朋友 他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他说遇害的地点 是死者经常去遛狗的核体 后来也是因为 有这只狗的带路 才会找到的核体发现的事块 所以警方大胆地推断 凶手一定是掌握到了死者的作息 然后事先埋伏在这个核体公园 公然地分尸杀人 那难道整个过程 他们都不担心 有人路过 有人会看见 位在新北市永和中正桥下的 核体公园 是民众跑步运动 六口的好去处 但没有想到 在这里竟然发生了一起 骇人听闻的分尸案 我记得那天 我是我们永和分局 有举办那个中云瀑布 就是各所队的主管 我就要再分局集合 我准备要去举行 那个瀑布仪式的时候 那时候署内的同仁 我就打电话给我说 在中正桥核体内 我做那个凶杀案 凶杀案 当警方赶到了现场 拉起了封锁线 发现分装尸体的尸袋 一个个散布在河床 河体边 永和地区是一个文教地区 那有在河滨公园那边 有分尸解体的一个案件 是非常爽动的 那些现场也很多记杂了 很多那个SNG车 都已经跑到现场 就是要做那个现场的直播 最近是短短几个月之内 在北台湾发生了 第四起分尸案了 居然拉起了警报 社会人心惶惶 警方承受了巨大的破案压力 河滨公园那边 因为比较偏僻 偏僻不像我们市区 那监视器这么广布 都有密集的监视器 我当下去看了一下 哇 没有监视器 那时候想说 哇 这干件 这该怎么办 因为你完全不知道 不知道凶手是谁 凶手是谁 被害人又是谁呢 没有想到被害人 竟然就是报案人的朋友 原来报案人说 他前一天跟死者相约 要到他家打电动 没想到人却不见了 隔天到他住处也找不到人 却看见死者最疼爱的Lulu 被锁在门外 鼻头上还疑似被砍了一刀 受伤流行 难道他的主人发生了什么意外吗 跟着他一路走 就会找到狗主人吗 去合并公园那边寻找 那在那边寻找 就是在那个阶梯 在那时长他们就是 以前的市长在阶梯那边 坐在那边喝酒 他喝酒了 他想说去那边看 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跟着狗一路跑到了 合并公园 没有想到一到了阶梯附近 竟然看到了一个人体的躯干 他从衣服还有裤子来判断 这个死者就是他很意外 死者的朋友吓得立刻报案 当警方赶到现场 陆续又在附近找到了 头颅和死肢 确认了死者的身份 的确就是报案人的朋友 来自加拿大的Ryan 那当下我就跟他讲 那你今天都被遗害了 那我是这里的侦察队队长 有什么事 没关系 我帮你省言 帮你把厘清整个案件 那你要保佑我 赶快把这个案件 尽数把它侦破 把它厘清出来 根据调查 死者Ryan曾经在台北市内 胡去了一家补习班 教过英文 但让警方感到不解的是 一个外国老师 究竟会和谁结下 如此的深仇大恨 而惨遭分尸呢 警方进一步的大短推论 如果是熟人所为 那么一定熟悉死者的生活作息 每天晚上九点多 会到这一处的河堤公园来遛狗 这里比较偏僻 适合动手行修 看到主人被砍杀 可能会在那边叫 会在那边跑 在那边可能会在那边 有他做攻击的情形 他们才会拿刀子来画 来刚好画到他的鼻梁 狗狗的鼻梁被画伤之后 可能因为害怕 就独自跑回家了 警方相信 从这一点更加印证了 凶手绝对是熟人 因为如果是陌生人 那么这只狗绝对会为了保护主人 拼命到底 但如果凶手是认识的人 那么狗狗反而可能会被吓跑 最困难的就是 外国的一些相关资料 我们他们进来台湾 只是一个基本资料的神 他的交往关系 一个背景资料 我们台湾这边资料 还是比较少 从朋友这边 一当天就全部通知来问 从都来厘清 他们当时的案发情形 跟我们去他家里住处 调出来的这件事情的一个情形 来搭配男性问题 加入台湾启示务的会员 每周独享频道特别细化 和我一块翻阅 记者秘密档案 好 事实上 根据过去的犯罪侦查分析 这种分尸案的凶手 很高的几率都是熟人所为 但一个外国人 他在台湾的交友圈 应该不大的 所以警方也可以很快地 就把这些人通通找来 通通问过一轮 描绘出了死者 在生前的眼眸 他叫做Ryan 来自加拿大 他在台湾叫英文 而且还娶了一个台湾的老婆 但是没有想到 自从他的老婆发生了 溺水意外不幸过失之后 他整个人就一直消沉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才沾染上了毒品 甚至后来还贩卖毒品 他被怀疑遭到警方的吸收 还一度成为是警方的线人 难道是因为这样子 才让这一个英文老师 惹祸上身吗 Ryan来台湾十多年了 娶了一个台湾女孩 感情一直很甜蜜 是朋友眼中恩爱的夫妻 但没有想到2017年 两人一块到宜兰的神秘海滩 露营玩水 却发生了不幸的溺水意外 我妻子没有 她不能浴水 我们没有生命衣服 我们没有生命衣服 因为我们在水中 然后就像这样 很浓 很慢 很慢 然后就把气氛 然后就很快 然后就我们到海 然后船上转过去 我们所有的我们都转过去 然后我们在水中 在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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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大 在水中 很大 很大 非常大 Rian一个人游回了岸上 但他的妻子 等到被发现的时候 已经回天法术了 直升机在海上来回搜救 终于发现失踪女遗体 吊挂上岸后 救难人员 即刻抢救 仍然没有生命迹象 痛失至爱的老婆 只剩下了爱犬 Lulu 一人一狗 相依为命 然原本在台湾 幸福的生活 也从此变掉 那他结婚后来他老婆 可能就落海死亡的一个情形 那当时落海死亡完以后 可能就后来因为心情不好还是怎样 就有接触到毒品的一个状况 警方从Rian的前科记录一头发现 从那一年之后 Rian他开始因为吸食毒品 贩卖毒品进出警局 甚至遭到了通气 Rian之前其实是有被永恶分析抓过 通气抓过一次 只是那个时候没有在那个单位 所以没有知道很清楚 只是说他当下被抓到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受毒配 自从接染上毒品之后 Rian就成了警局的常客 据说后来 他还被警方吸收变成了献民 其实那时候就有传闻说 说那个死者 他是台北市某个分局的那个献民 所以那时候就在研判说 是不是因为当献民的关系 所以引发了那个毒品交易纠纷 去遭到那个杀害 我们打得真 就有身体准备 你说看着我 你破小蛋我看不会临 但我会死的 警匪电影里头的献民 游走在黑白两道之间求生存的情节 每天活生生地在真实世界上演 以后你每个月工资两万 要是跟到其他的案件 我另外再算 你叫我出卖的那个是华天案 抓到人你也会升职不是吗 我给你的一分一毛 所有东西都有记录 没得讨价还价 签了以后 你就正式成为协助警察的现任 讲卿民是以前警察办案比较常会做的 现在我是不敢说没有 因为我就觉得现在多多少少还是会 就说真的 警察还是会有一些绩效 这样没有 几月到几月什么状案什么状案 一些卿民 不是枪支的还是毒品的 那你跟这些卿民在一起 他都是有 就是灰色地带嘛 现在都是比较心情态的犯罪 大概就是藏在那个社区大楼里面 他社区大楼平常 你就不容易进去 你怎么知道说 他们地方是不是有在吸毒 或是说贩卖毒 或是开职业大赌场 你当然不知道 他唯一的办法 就是要有一些情报 一些情报当然就是那些 涉案人身边的人 从他们得到情知 混进太平的圈子里 我要知道他搞什么鬼 你愿意呢 我弄两车给你 警察会我出 要是我不愿意呢 你偷车 有时候就是要跟人条件交换 他不是需要钱 就是需要你不要办他 很多啦 但这是要靠智慧 他们的需求 要让他们得逞 那你是不是要付出代价 这都是我们正办的 你要自己会拿来 没有拿来好就违法 而且这些人你要绩效 你可能就要花你自己的钱 警方要破案 有时还真的得靠 宪明的情报 但偏偏在江湖道上 最忌讳的就是出卖朋友的料杯啊 万一宪明被起底了 下场恐怕都很凄惨 既然你跟他当一个朋友也好 还是宪明也好 你就是要保护他 他的一些相关基本资料 一些相关情形 这个不能让对方知道 所以会有用代号 当然做宪明一定会有风险 我们警方首先最主要就是要保密 像那个检局的 或者是宪明 他们的资料当然要保密 有时候卡到枪啊 毒品或赌场 其实那些人 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人啊 背后搞不好就是有一些帮派势力啊 你让他们知道说 你试试是谁检局 他们当然会去间接造成那些 检局人的困扰 难道Ryan真的是警方的宪明吗 否则一个单纯的英文老师 怎么会惹祸上身呢 据传每个跟他交易过毒品的买家 很快就被警察抓走 如果这一个人是被抓了贩卖 那他可能面临的就是七年以上的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利用他去 看他愿不愿意讲出别的大盘 或者是上游 争取他可能会减刑这件事情 就在未来量刑对他来说比较有利 他进去之后周围朋友都开始被抓 这太明显了 如果Ryan真的是警方的线人 那么一旦被发现 的确可能遭到非常残忍的报复 清查了Ryan他的毒品交易网络 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而同时间在核堤的现场 也有了重大的发现 因为专案小组在这片核床上面 找到了两把的开山刀 而且经过鉴定 证实就是犯案的凶刀 那么由于这两把开山刀 它的造型实在太特殊了 这不是一般普通的店家 就可以买得到的 所以从这里去追 很快地就可以追到了 万华地区有一家军用品店 现在的问题是 只要查出谁去买的 这个案情 渴望就有重大的突破了 像清淀溪 它案发当天 是涨潮的一个情形 它对于河流的一个水性 不了解 凶手还没有想到 杀人证据就留在退潮后的河床上 成了追出它的关键线索了 因为这两把刀实在是太特殊了 它的凶器 那个外形是长得很特别 就是我记得没错 它八手是橘色的 中间它是这 这一条线 所以当下 那时候我们分局讲说 这个凶器很特别 我就是要去清查 全国的那个进口商 因为那个看起来 应该是进口的东西 哪个公司有在清查这种工具 后来清查出台北市 万华有一家 这有在进口这个工具 这是一个相当重大的突破 警方立刻前往这家军用品店 只要追出的是谁去买的凶刀 那么凶手几乎就是呼之欲出了 有一家道具店 去那边有曹王道 曹王道说 因为它卖这个道具的一个店家 不是很多 而且是很独特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用案发现场的一个相片 供这个老板来了解 他说对 这两支每次的开创刀 他就是最近在案发之前 有卖出去 老板为什么这么肯定 因为当初整个买卖过程太特别了 首先来买的人是个台湾年轻人 他拿了一张照片来 指定要买照片里的这些刀子 那老板一看就知道 就是前两天 那个人来购买的时候 照起来 没买就是请你过来买的 所以他的印象比较深刻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连结起来 案件有突破点大概就是 从那个县长的行踪工具 去掉一道购买凶器的那个人 然后间接这得知说 买凶器的是一个台湾人 然后从那边追查 然后另外再从台湾人 那个大学生去问说 说那个东西是要买给谁的 所以是被冤枉 也是被陷害的 也是被陷害的 谁陷害的 他为什么要陷害你呢 所以你是负责买刀就对了 对 这个无形大学生大声的喊冤 仍不是他杀的 他只是受人之托来买刀 而请他来买刀的那个人 就是几天前 自己来店里看过这些刀具的 一个外国人 有一个外国籍的白人 去他那边看这些刀具店 还有皇后的一个战斗手 还有相关还有某刀石 这些物品 他去把它显过完以后 就把它放在桌子上面 他把它用照相照起来 照起来就没讲了 转头就走 既然人都到了店里头了 为什么不自己买呢 为了证实无形大学生 没有说谎 的确是受这个外国人之托去买刀的 警方把他买完刀 离开军用品店之后 沿路的监视器画面通通掉出来 结果发现 他到了台北车站附近的一家刺青店 而老板就是一个外国人 那我们这样一调马上调出来 就是孙鲁森 他孙鲁森就拿去他家 而且孙鲁森开门出来拿那些东西 那这个过程我们都 监视器都有拍到 你看孙鲁森又有来案发现场 又有购买道具 那很非常 那也非常明显 监视器画面里头的这怪国人 越看越眼熟 眼尖远景认出了他 在清查死者交往背景的时候 不是曾经约谈过他吗 他的名字就叫做孙鲁森 孙鲁森当天就是在23号 有来盗案说明 他盗案说明他很镇定 很镇定说他跟他有认识 但是已经两三个月没有见面 那因为我们当时在调一些资料 来再比对 陆续都还没有回来 当时有没有任何的证据说 指向孙鲁森有涉案的一个情形 确认了幕后唆使买刀的人 就是孙鲁森 他涉嫌重大 警方立刻出动抓人 可惜就差了半天 让他飞出去了 你要限制一个人出境的一个情形 你要有足够的证据 来向地监署申请他的机票 你没有机票移民署那边 要禁管那边不是这么容易 他不会帮你来做一个禁管的一个动作 孙鲁森会去菲律宾的时候 我们侦办人员 专案人员是很饿的 事实已经查到这样就半了差不多12小时而已 就半12小时没有查到 孙鲁森你还是不认罪吗 还是觉得其他人陷害你是不是 孙鲁森其实也不是逃出去的 他早就计划要去菲律宾找朋友的 因为他觉得台湾警察没有那么厉害 可以救得到他 他还是会回台湾的 他派难以后 他早就在派难之前 就购买机票要去菲律宾 他去菲律宾 他租用的一个房子 还是继续租的状态 他的意识给管理员 还有这些人去 就认为说他还会再回来 只是他要去菲律宾 就是从事一些事情而已 他从事完就要回来 要帮人家庆舍还是怎样 因为就是这样 他没有找菲律宾要一起过去 结果孙鲁森到了菲律宾 一下飞机就看到了 自己已经被台湾警方 锁定发布通气的新闻 美国护照也被注销了 只要他被逮 就会被遣送回台湾 而同时间警方继续补强证据 如果凶手就是曾武生 那么也要证明 他在案发当天 的确进出命案现场的证据 中正桥上面钓越不到 那时候我们自己家怀疑说 中险是走永福桥 或是福尔桥过来的 而不是中正桥 所以现场我们跑去 再去查看一下 那个现场还没有其他的监视器 所以我们这样所有的警力 就是在钓这件中正桥 每一台车都没有犯过 不然好巧不巧 就是他桥的两端 警方花了大量的时间和原力 在钓越大马路上的监视器画面 结果没有想到孙武生 他根本不是开车 难怪监视器怎么钓都钓不到 那边的监视器也有发现说 他们是骑那个脚踏车 去脚踏车去当交流工具 所以那时候记得一下 也有去跟Yoyo卡公司调一下说 他们那个骑程U-Bike 所持有的那个Yoyo卡 持有者是谁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才稍微 有点调越的那个方向 原来孙武生跟一个他的朋友 Band 两个人扛着U-Bike走下的合体 再往永和的方向骑过去 除了孙武生他涉嫌重大 他的朋友Band 恐怕也脱不了关系 其实这两个人其实是有预谋 他们所骑成的那个路线 其实他们都是 所以要钓越的时候 真的很难有拍到他们的身影 是刚好关键性的这两个镜头 中正桥台北市端 那支高画者镜头 证明说他们 他们真的是有骑过去 因为刚好有资料回来了 回来了我就肯定说 百分之一百 他涉案程度非常地高 人到案以后 当时是有通知的 马上请我们同仁去申请机票 把他集体 外事科人员尝试突破Band的心房 但他矢口否认 跟这一起杀人分尸案 有任何的关系 警方突然想到 死者的狗可能目睹了 整个行凶的过程 如果让他见到了凶手 肯定会有很大的反应才对 冯局还有我想说 用一种方法 就是让狗去看凶险 看会不会有那种害怕的动作 因为那狗是被人家砍的 如果当初真的是凶险 拿刀去砍它的话 那时候狗就看到 人曾经攻击过它 心里会害怕 那看到狗当初是不是会有那种 害怕的反应 当时我也是有在想 我也是有灵性的 只是它不会表达出来而已 那时候我们有查到 胡仙跟Band到完的时候 我就请我们专案人员 去把这只狗 这只狗后来有交给共保协会 人员我请他把他带出来 把他带出来 我们在真信调查Band 玩的时候 我就把他只狗牵到 牵到他的旁边 在那边看 那只鲁鲁看到Band的时候 是会害怕的 会发抖的一个情形 其实他从他的一些动作 我们是很明显说 这只狗真的也是很有灵性 看到一些他的错人的一个情形 就是会害怕的一个情形 Band因为涉嫌重大 遭到了收押境界 而帮助买刀的无性大学生 则是三十万元交保 我会尽量配合警察他们的调查 真的很不好意思让大家引起这么多的关注 我看过死者我个人不认识 我跟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 好 这名无性的大学生 他家境不错 从小是在国外长大的 他跟警方说 他因为在酒吧当公关 所以就认识了Band 还有认识了孙武生 有一天孙武生拿了一张照片给他看 那请他帮忙去帮他买这个照片里头 这些刀 其他的事情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真的只是收了孙武生两千块钱 帮他跑腿去买了刀 没想到竟然就卷入了这一起杀人分尸案 他觉得很冤枉 他本来是要去加拿大念书了 现在也去不了了 而至于Band Band和孙武生之间的关系就紧密多了 他们在美国就认识了 后来孙武生先来台湾 开了这一家刺刑店 表面上他是一个单纯的刺刑店的师傅 但暗地里 他却是在各大的业店贩卖大麻 后来Band也来了台湾 也加入了这个贩毒的集团 包括了死者Ryan 他也是其中一个中寒商 但是这三个人中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什么样的深仇大恨 要用如此凶残的手段 结束对方的生命 孙武生表面上是个四亲师傅 但是暗地里却是北部地区大麻的大盘商 过去还曾经在脸书上力挺大麻合法化 孙武生跟Band有成立一个官方的LINE账号 然后它上面就是号称说在卖打火机 可是实际上打火机就是毒品的代名字 他把这个孙武生成立的卖毒品的LINE官方账号 传给蛮多人 意思其实就是要以后他们找他们 所以他确实是在介绍客户给他 死者Ryan是这一个贩毒集团的中盘商 他在2019年5月遭到警方查获 而巧合的是自从Ryan被抓过之后 每个跟他买过毒的人几乎很快也会被打 圈子里头开始在传 难道Ryan已经被警方吸收了吗 第一次抓到都是乐界 出来就开始用他 一直用 他进去之后周围朋友都开始被抓 这太明显了 他是台北市某个分局的那个县民 就在研判说是不是因为当县民的关系 所引发的那个毒品交易纠纷 去遭到那个杀害 而且这些涉嫌人有一些毒品的 共同的一个科研的重叠性的问题 这些种种有纠杂在这里面 然后就趁机来杀害他的一个情形 可是要到分尸他这些 到这个程度其实我也不是很理解 因为如果他知道Ryan要离开的话 他就中间这段时间不要卖就好了 为什么要把他处理掉 还是他以为他是帮派 有可能他可能 他有可能觉得他们是在处理一个叛徒 那也要处理完之后 让人家知道说被判我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可是问题是他自己没有说 他都没有说出来 你只能去推测而已 所谓的杀人动机 在主嫌孙武生到案之前 一切都只是揣测 但人现在跑到的菲律宾 怎么才能够把他抓回来呢 有美国的国籍还有以色列的 我们那时候还透过关系 去美国这台协会来 DIT赶快把他们美籍 把它注销掉 很多啊 他当时也有用一些 以色列护照要再转机 要道别的地方 他想说我们台湾没者 但是还是方往会输而不漏 还是会把他查去到案的 当警方知道就差那12个小时 结果被孙武生给跑掉了 是相当扼晚的 但坦白说 让他跑到了菲律宾 其实也没有把握 是不是能够把他给抓回台湾 而且根据调查 孙武生的父母亲在以色列 拥有相当不错的射精地位 而且当孙武生的妈妈知道 儿子闯下了大祸 遭到了台湾警方发布了通气 他也立刻动用了 所有的人脉资源 火速地飞到了菲律宾 要把儿子救回家 桃园机场的监视器画面 拍到了孙武生 他背着背包 一派轻松的模样 搭上了飞机 飞去菲律宾了 一路追到了孙武生 可能落脚饭店地址 让台湾警方士气大震 不过结果还是晚了一步 那菲律宾警方 就是根据这个饭店的资讯 去到饭店做查访 然后因为却 就是发现他已经退房了 那所以我们那时候 菲律宾警方 就是向饭店调阅监视器的影像 然后确定他离开了时间点 让菲律宾警方继续再往他 离开的方向 去做监视器的调阅 持续去追踪 按时间点推算 孙武生他已经知道 遭到了台湾警方的冲刺 所以他急急忙忙地 搬离开了饭店 躲到了下一个藏身处 所以我们的确有掌握 过到说他跑去菲律宾当地的 那个以色列大使馆 还有商会 来寻求帮忙 然后第二个就是 他运用他自己的一些 生理的特质 然后找当地的婚姻 来帮忙他 在菲律宾躲 藏匿 然后一直在逃亡 在孙武生离开饭店时 监视器画面拍到了一名女子出现 她是谁呢 她跟这起案件有关系 但是他有他自己的管道 去认识一些当地的女性友人 那可能也是他本身 个人特质魅力的因素 所以就是也是有蛮多女性友人 就是愿意提供他藏身之处 那最后他是住到 他女性友人的公寓里面去 公寓这个地方 那在当地也是有观察了一段时间 然后做了一些探访等等 然后才确定说 孙武生是藏匿在 女性友人的公寓里面 掌握孙武生藏身处 菲律宾警方等待时机成熟 准备破门打人了 他当时一开始进去的时候 他的反应度有点怒然了 就是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情绪 然后有点平静 然后没有太大的反应 打着赤膊的孙武生 看到了鹤枪实弹的警方上门 自知难逃 他没有反抗 平静地遭到了上号代表 在菲律宾潜逃 两个星期的孙武生落网 这消息传回台湾 刑事局立刻举行记者会 孙武生的美国护照遭到了撤销 他就必须被遣返回上一个出发地 也就是台湾 他的妈妈在以色列知道消息之后 立刻飞到菲律宾营救儿子 他当时在落网之后 我们其实也非常密切在注意 以色列那边的动态 然后那时候很快速的 他的妈妈就跑去菲律宾 然后准备要去运用律师 等等的各种资源 想要把他送回去以色列 就我们的了解 其实孙武生的父母亲在当地 也算是设金地位相当不错的 这样的家庭 那他本身也有凶姐 其实这个也真的是 我们也是有点很庆幸 因为一来是菲律宾跟我们长久以来 都一直有这种紧争互助合作的案例 加上我们的菲律宾联络官在当地 是有蛮好的一些登陨跟发展 所以可以很快的就是 透过在当地建立起的这种 执法的人满来协助这个案件 那如果今天孙武生去到了一个 我们可能之前没有 这种合作基础的国家 也许事情就不会这么的顺利 他在知道准备要被送回来台湾的时候 他情绪反应是非常激动的 然后他甚至于看到台湾的警方 我们国际科的可能去解压他的时候 他是直接破口大骂 然后挑战我们国家的主权 当孙武生被押解回到台湾 美国代台协会还派人前往关心 不过却遭到了孙武生的痛骂泄愤 因为如果不是他的美国护照 在菲律宾遭到的注销 让他无法出境潜逃 他也不会被抓回台湾 而孙武生他不只是抱怨 AIT没有帮助他 他也拒绝配合台湾警方的侦办 从头到尾他时刻否认杀人分尸 他把责任通通推给了Ben一个人 而原本口风很紧的Ben 却在知道孙武生落网之后 他的态度大逆转了 他一口咬定全案的主模 就是孙武生 孙武生在菲律宾落网两个星期之后 被押解回台 他拒绝戴上口罩 露出了满脸的胡渣 面对大批媒体的包围 他不耐烦地把他的头扬得高高的 你想说什么 为什么要杀他 孙武生一路保持沉默 直接被带回了刑事局 不过他拒绝夜间征讯 态度相当不累 到了隔天早上 警方完成了笔录 将孙武生移送新北地检树 就在孙武生遭到收押禁件之后 原本坚不吐食的Ban 他的态度突然有了180度的大转变 他会怕 因为孙武生 在当时这么残忍地对待Ryan 在那边下手 他看到孙武生这种启动 他真的会害怕 很残忍 很残忍 所以他都不敢讲 可是我时候回来之后 其实应该是说 第一个说的人觉得是比较有优势 他确实把能说的都出来 从怎么离开孙武生家里 然后骑Ubike到永恒 然后杀人的完整过程 他都有很仔细地交代 Ban仔仔细细交代了案发当天 他和孙武生骑着Ubike 到了中镇桥下的河滨公园 因为他们知道Ryan每天晚上 都会来这里遛狗 果然人出现了 而埋伏在暗处的孙武生和Ben 突然一涌而上 从后方死命地勒住了Ryan 就是先是备用链机 用脖子把它热住 热住以后用那儿美工刀 割过他的气管 割过气管以后才拿开山刀 来支检可能一个气管 Ban的过程交代晚地 但从头到尾 伸手真的只有他们两个人呢 好 不管警方出示什么样的证据 孙武生他就是不认罪 为了揭起分尸案 专案小组已经忙到了心力交瘁了 没有想到案情再度陷入了胶着 无法突破 孙伟哲说当时他的心里头的情绪 其实是很复杂的 有的时候会想 干嘛这么拼命去帮一个毒贩呢 他在生前因为贩卖毒品 害了这么多人 但是他也知道 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就像是医生救人 那是他的天职 不管眼前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而同样的破案也是警察的天职 警察的工作就是把犯罪的人抓到 然后送到法庭上 接受法律的审判和制裁 而就在这个念头消失没多久 有一天 孙伟哲他就梦到了死者 孙伟哲他当时很生气 他记得在梦里头 他觉得对方怎么可以跑到他家里来呢 他用力地抓住了Ryan 那个感觉非常真实 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梦过了没多久 第四个嫌犯就出现了 我们费了非常大的力气时间还有金钱去帮这个死者找这些人 可是他在生前其实害了蛮多人 我那时候自己心里算案件还是要破 而且还是要把它做得很完整 可是心里有时候在很累的时候会想说 我们有需要那么的那么拼去帮一个贩毒的人找这些嫌犯 或者是帮他给他一个交代 那这个想法其实是不太好 但是我并没有跟人家讲 那只是因为很累所以会有这种想法 孙伟哲也知道这样子的想法不对 但人在疲累的时候情绪难免起伏 有一天下班他洗完了澡倒头就睡 结果他做了一个非常真实的梦 我是醒着在我们家客厅看电视 我老婆小孩从房间跑出来 然后跟我说房间里有的 然后就我们当警察可能就是 我们面对小偷比较不会害怕 就是我心里一决定就是想偷或什么 我们记得他要想偷就是没在怕 我们就是一定会帮你跑 而且同时会带有点生气 在梦里头孙伟哲他怒气冲冲的 准备进去抓小偷了 却没有想到看到了那一个人 看到的就是那一个外桥 可能是完整的 然后他因为他比我高 所以我必须要这样仰镜头看他 然后他看着我 然后我还是很生气 我心里想你怎么可以来我家 当下我还是蛮生气的 所以我进去就直接用我的手 直接把他抓住 然后抓住之后这样抬头一看 然后就发现 然后他没有跟我说话 然后我就醒 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确实后来 就有突破了 我们后来找到了一个 完全不在我们雷达里面的 第四个嫌犯 当然就是我不会认为 就是有关系 我认为就是我们还蛮认真做 这件事情 在警方逼问之下 Ban终于供出了 其实还有另外一名共犯 叫做JJ 在孙武生和Ban动手杀人的时候 JJ就负责在河堤边放烟火 引开其他人的注意 并且提供干净的换洗衣物 这一节的就是听从孙武生去购买汽油 还有拿旅行袋装更换的衣服来到现场 而且在现场施放烟火 他这个案件可以说精心策划 吴仙就在暗发当天在对岸 对岸那边监看 那个何杰森在那边放烟火 再帮他买一些汽油 Ban终于跟他在那边吞尸下索 这些都是他策划来的 都是他职位 买汽油是要帮忙灭震吗 谁教你去买汽油的 我教买汽油是帮忙收衣服吗 知道他们当时要想要人分析吗 放烟火是暗号吗 让警方掌握的事成越来越多 逼得孙武生也只得认了 他的确到过命案现场 到最后他是后来 有看到这么多的事证 他不得说不承认说有到暗号现场 在我们警方这边 他说有到暗号现场 但是他去那边没有患难 就是变成一个手腕 孙武生把责任统统推给了Ban 但是其他三名共犯却都直指 孙武生才是全案真正的主谱 所以他设定好每个人只知道自己的工作 却不知道实际上会发生什么事 跟孙武生到现在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其实这样子如果某一个人被抓了 应该就比较不容易 把整个计划都说出来 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整个计划 尽管被判无期徒刑 孙武生还是不肯认罪 甚至在审理期间 认为美国这台协会都不肯帮忙 感到相当不满 他可能本身个性也是比较不容易控制好自己脾气的 从孙武生的犯罪计划来看 行送现场挑在监视器稀少的合体 骑U-Bag去翻案 也特地规划过路线想躲避电眼 甚至只会底下有人分工 设断点不让警方第一时间就能追查到自己设案可能 整密的心思也不禁让办案警方不喊而栗 冷静到有点会有点可怕 对 不会慌张什么 其实我觉得他整件事情其实做到后面 可能可以不出错 然后我们要可能过好几天才发现这件事情 只是白蜜终有一书 犯案当天的心电系是涨潮吸水很高 孙武生以为把松气跟尸块丢到水里面 借由潮汐冲走就能神不知贵不绝 冥冥中这件事情 潮汐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很神奇 因为他遗体基本上没飘多远 因为太重 那剩下的部分也没飘多远 几乎都有找回来 那有头有身份就 好处理对 就比较好处理 他如果算到潮汐的话 应该就很难处理这件 二审宣判主摩孙武生 维持一审原判的无期徒刑 他的态度依旧非常的强硬 甚至他当庭还和法官杠上 结果遭到法官的怒斥 快说实话 孙武生你还是不认罪吗 在押的孙武生跟班特 在二零二零年九月 被提借重回命案现场 时间恰巧又是中原节期间 高院法官曾德水亲自带队 将永和分尸案的四名被告 统统带往中正桥杀合体 案子进入二审 还有许多疑点没有理清 张先生你是第一次来作证吗 张先生你跟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 张信证人说 当天晚上他在河边钓鱼时 突然听到有东西扔进河里的声音 接着就看到孙武生和班特 四处跑来跑去 还曾经跟两人对道眼 就怕会遭到报复 才下定决心赶快报警 也成了二审的关键人证 其实我觉得法官那天是想要 确定现场的距离 跟吊科那边的距离 还有放烟火的地点 他是自己要再去 到现场会比较有改变相对的位置 所以他我们没有突破 他的话完全就是用证据去 去卡他而已 去巩固他的 就是所有证据 巩固他做这件事情 他从来没有成果 对 很坚持就是我是被逼人 所以是Bank逼人 那就是这样 他一直都做 法官为了理清 究竟谁在说谎 也想搞清楚 四人当初在哪个地方 做了些什么 跟说辞是否吻合 具合理性 亲自来到户外开庭 也再度让案件印发关注 当天晚上 我又梦到 我不确定是梦还是怎么样 可是就是 我梦到 我在床上睡觉的时候 其实我发现 房间的门口又有那个黑黑的 其实我本身是不太信这个东西 我相信就是有灵魂这些东西 可是 不太会怕 因为我觉得 我第二次看见他 我不知道是梦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我已经帮忙你帮忙了 所以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 但是就是第二次我就不太怕 那大概就这样 后来就消灭费了 好 更多的节目内容 您可以上网搜寻 订阅台湾启示录 或者是您现在可以 立刻打开您手机的拍照功能 然后扫描 画面上您看到的QR Code 那么也可以连接到 我们YouTube的频道 那么同时记得要订阅 分享开启小铃铛 您就不会错过 我们任何一集 最新上传的内容了 同时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说梅翔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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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